Hello大家好我是竹马 由于最近北大事件的PUA被报道出来 大概世界就是一个渣男利用专业化术去控制女生死息 达到自虐自杀从而达到她的快乐 我之前有视频提及到我是一个PUA小编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观众私信我叫我做一期这样的节目 更有甚者直接是把我以前的视频都翻了个遍来找 而也就是我做了那期视频之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悲伤骂名 例如我加入了一个UP组的交流群 某个大佬就直接说不愧是PUA大佬 做这种视频都有这么高的播放量 或者有观众就一味的认为PUA就是垃圾死全家的狗东西 或者什么的我就觉得特别郁闷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东西就很迷对于我来说 我的确是干过PUA小编 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就每天写些前要不搭后语的密门文章 和拿着一本对异性搭讪书草里面的内容 所以什么浪子帝王私人人色什么的 我还没接触我就食指走人了 因为再做一个月就得去当真正的导师什么的 所以我的那句话是没有毛病 我做过PUA小编 但我不成害过人 好歹之前还是帮你解决沟通障碍 和挽回很多破裂性感的良性小编好吧 所以很多事情放在网络上面讨论 就是非黑即白 啊我不听我不听 你做个这行你就是个人渣 啊那我这就很无奈好吧 我在这个频道里的人色就是表里如一 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用一个谎言去圆 另外一个谎言进而人色崩塌 也就拿我八月份的那些视频来说 我要是聊过 稍和我对峙的那个人拿出聊天记录 我还不得哗哗哗的掉粉 对不对 所以我老妈搞事只搞真实 那么我再来说回一下北大这件事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PUA能做得出来的 因为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和报道 都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话术内容 而很多up主和大咖转展的内容 都是一个名叫凯旋十二的公众号所发布出来的 作者是署名 鲍利 也就是受害者的朋友 然而现在是新媒体的时代 每个人都是有话语权的 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好的内容来 因为这种事我看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还记得19年7月份的时候 两猪客带走一女童自杀的新闻 百度是直接响先注册了一个名为XXX的父亲 并借此发文占据大量流量的事件 加上这媒体乱写一通 那么PUA就成了观众的标靶 而最最最最奇怪的是 大家的讨论点全都在PUA上面 以至于对渣男的探讨 则少之又少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渣男到后面可能都不会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 一大批人都在带节奏讨伐PUA什么的 这很明显就是观众需要一个宣泄口 不需要知道所谓的真相 而真相在媒体的各种妖魔化PUA也越发的远 舆论的风向让渣男也更加的难得到英勇的审判 是的 我承认PUA有这一手段 但是都是非常少数的 也没这么厉害 什么精神控制 心理协调 完全服从充当奴仆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玩游戏什么的 到最后是越来越离谱 啊 我分手了 被PUA了 遇到渣男了 被PUA了 被人利用了 啊 PUA了 而说这种话的人往往是想掩盖自己的妈宝 拜金 巨英 啃老等特征的隐藏人群 甚至连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是梗还是段子冒了出来 说的是 数学是世界上最强的PUA 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还不停的告诉你 学了它对自己有好处 现在再来想想 这他妈就好像是成天有些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什么的 但凡有一点沾边都要说自己好像是得了抑郁症或什么的 你们千万不要试剂我哦 进而导致网友们疯狂的玩梗 那么这就会导致真正有抑郁症的人 都不敢和朋友说自己有抑郁症 其实讲真的 感谢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己甘愿复苏 而没有丝毫回报的东西 这就会导致一个失落差的书线 于是就开始各种诋毁和对号入座 其实讲真的 PUA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人色 你可以理解为绿茶表那样 只不过是一个装可怜 一个是装有贤有势的 用低成本去骗选那些单纯无知意或是拜金的女孩 这就是最最简单的区别 还有一点 朋友圈越是花里胡哨 发情感的就越有问题 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接触到PUA这一块呢 这个还得从我自身说起 我这个人一直是高中的时候都是比较内向 虽然说现在也是 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我 我就想到一定要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像好13年罗振宇那时候主持过一档叫什么 逻辑思维的节目 在59期当中有说过这个内容 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档节目 不过后来你们也知道这档节目已经变位了 凡是说完一个故事 一定会牵扯到什么思维高度什么的 或者说是商业逻辑或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过现在59期已经是找不到了的 得用一点魔法去不存在的网站才能看到 在这里我算是第一次有了解到什么叫做炮学 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啊 因为这门学科本来就是帮助咱俩们走出自闭的环境而诞生的 让我这种人也可以去学会怎么和异性搭讪增加自己的自信 然而说到这里 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往良性发展的方向前进 但凡一个东西出现之后 总是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失去它原本的作用 我是在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 直播和观众有聊过这个话题 观众给我的反应也是 哎 走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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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属于那种在现实中唯唯诺诺 网络中纵权出击的那种 凡事不管是寻聊还是私聊 我聊天都聊得火热 但一见面我什么都不会说 那么你说的这种东西还真的蛮符合我的 哎 我非常想学啊 怎么办 但是呢 我给你的忠告就是 千万不要去触碰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你一旦学会或者说是 有目的性的去靠近女孩 那么你离堕落也不远了 那么我为什么又去了解呢 在这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讲 不然又会被知乎的那些人说 我隔三差五出来卖馋什么的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理论上的东西 真正的还是得让自己有更充足的阅历和见识 那么话说回来 如何让你改变唯唯诺诺的处境 我的建议就是 哎 你去打工 不管是便利店还是物流搬货什么的 你出去了才会和人有更多的接触 接触多了才知道哪些人狠毒 哪些人小心机什么的 耳后才会示篮和知道怎么和人沟通 说的通俗点就是 你需要社会的毒打才会蜕变 这些毒打会让你获得很好的社会经验 从而会让你这个人会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而不是整天沉溺在键盘问候别的妈上面 到头来女孩子问你除游戏之外的问题 你都可以用观点去阐述 而你也会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他是不是你的另一半 一辈子的时间还有很长 你会选择自甘堕落呢 还是会选择客气 寻求另一半呢 好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或者说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一说 我的名字虽然色情 但我还是很灵性的 那么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赞按点赞 然后关注我 你的一个点赞可能会改变我的创作环境 好吧 我是说嘛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